嗨 大家好 如果你的网络生意已经开始有流量了 但是转化和购买并不高 或者是你不知道如何做转化和购买 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 我将用12年的网络营销经验跟你分享 网络赚钱从流量到转化到购买 整个系统性的过程 为你揭秘网络赚钱的终极秘密 让你的销售购买翻倍 首先从流量到转化 再到购买的过程 就是一个观众从陌生人到成为你的客户的一段网络经历 而客户的这段经历通常都会有以下的几个过程 第一步认识 第二步感兴趣 第三步考虑 第四步购买 下面刀姐打开电脑 我们具体去看一看这四个过程 在网络上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和策略去完成的 掌握它 你就掌握了网络赚钱的密码 这几个过程非常好理解 因为跟线下生意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当客人进店以后 通过你网络上展示的页面 认识你了解你的产品服务和内容 然后呢同样也跟我们线下的行销一样 你就会有一个销售人员去跟他介绍你的产品内容服务 观察他对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内容和服务感兴趣 当你的网络观众感兴趣以后呢 你会给他提出一个offer 或者是他会向你去询问产品的一些具体的参数 包括价格 也就是说观众会到你的销售页面去看你的价格 具体参数决定是否要购买 考虑清楚以后甚至是货比三家对比好以后呢 最后观众实现了购买 从陌生人转化为你的客户 那我们看一看网络商家是如何让观众从陌生人变成他的客户呢 这些都是前台我们看到我们想要观众做的事情 那后面网络商家其实做了下面的五个步骤 第一个他首先需要捕捉流量 找到这些对他产品内容服务的观众 也就是先要找到一批精准的观众 找到这批观众以后呢 把产品的页面可以通过博客的形式 网站的形式 网页或者是社交媒体Facebook Instagram甚至是YouTube 展示到观众面前 展示到观众面前以后呢 商家会做的另外一步 这一步是自动完成的 已经在这些页面安装好了观众的行为跟踪设置 也就是观众看了哪些页面 在哪些页面停留的时间长 甚至看了哪些分类 那就说明观众对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内容具体的感兴趣 这就是相当是一个销售人员去做的观察和了解客户的这样一个步骤 而这个步骤在网络上是通过安装跟踪代码去进行实施的 安装完以后 当跟踪完观众的行为 就会为观众的某个行为打上一个自动化的标签 让我们去了解他对什么样的产品具体的内容感兴趣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根据他的行为呢 对他进行精准的营销 这就跟我们在线下商场销售人员 当了解了你的具体需求以后 会给你提供一个具体的服务和产品内容 这就是网络上的精准营销 这几个步骤呢 都可以是自动完成的 在做精准营销这一步 就会把具体的产品页面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产品的页面 这个时候观众就会去考虑是否想要去购买这个产品 于是观众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购买漏斗 购买漏斗里面呢 我们会用即刻行销的方式 用自动化的邮件营销 结合我们的精准营销 去对观众进行设计好的漏斗购买的营销 让观众继续跟我们互动 看到我们的销售页面 产生购买 而一部分没有产生购买的观众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他打上标签 让他能够自动的进入到我们的再营销列表里面 我们对他呢会进行一个再营销 让这一部分流失的流量 同样能够实现转化和购买 成为我们的客户 这就是整个网络商家 通过网络的漏斗行销 完成整个的销售步骤 让网络上的观众 从陌生人变成我们的客户 我们把具体每个步骤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展开来看 首先呢 捕捉流量 作为网络商家要做的第一步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进行精准的流量投放 并且呢结合自然流量 去捕捉我们的观众 快速的获得大批观众 并且通过ADR漏斗投放法呢 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观众 第二呢 需要做的是跟踪观众行为 在这一步需要提前安装好跟踪代码 同时呢 需要创建各种类型的自定义观众 例如观众来到这个展示的页面 但是没有去到产品页面 我们要把这一部分的观众定义出来 以后的步骤里面可以对这一部分观众 进行任何自定义的精准投放和精准的营销 每一类观众我们都自定义好以后呢 下面做的步骤就是精准的营销 这个步骤呢 只需要进行精准营销投放 和对前面已经创建好的 不同类型的自定义观众 例如来到了产品页面 对产品感兴趣以后 把产品加入到购物车 但是并没有进行购买的这部分观众呢 会被定义为再营销观众 定义出来的观众呢 你可以用所创建的这一类的观众名单 对他们进行下面的精准投放和精准营销 来到下一步购买漏斗 这一步需要做的是用到极客行销里的自动邮件营销 配合购买观众进行营销 让客户去产生购买增加转化率 最后一步是再营销术 通过这一步能够最大可能的将我们所有进来的流量 避免流失率 增加转化率 让所有的流量都能够被再一次利用 由于我们在前面已经安装跟踪代码 并且自定义出来某一个阶段的一批再营销观众 这个时候要做的呢 就是进行再营销观众投放 让观众从我们想要的步骤进入到另外一个步骤 例如来到展示页面的观众 并没有去到产品页面 我们定义出来这部分观众 对它进行精准的营销 让它进入到我们的产品页面 或者是来到产品页面 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销售页面的这部分观众 我们会通过再营销观众的精准投放 让它进入到销售页面 完成购买 这就是所有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几个网络赚钱后台的具体操作 用到的工具和操作流程呢 会详细的在高姐的行销漏斗 电子书里面跟大家讲解 是龙缩版的 含金量呢也是非常高了 现在呢也有出版社在联系我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就点击下方的链接 去免费的下载我们今天行销漏斗电子书 里面有刚刚我们讲的几个步骤的具体使用的工具和策略 只要掌握了这一套行销漏斗的操作 就能够通过网络赚钱 成功的捕捉流量 跟踪观众行为 精准营销 让观众进入我们的购买漏斗 到最后再营销术完成购买和转化 掌握了这门技术呢 大家就能够快速的通过网络致富 通过刀姐刚刚系统的讲解 相信大家从流量到转化和购买这个过程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那么我们刚刚还提到了极客行销和自动邮件营销 在后面的内容里面呢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今天的视频有帮助到大家 记得给刀姐点赞 鼓励我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和揭秘更多网络赚钱的核心秘密 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非常的精彩 还没有订阅刀姐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视频提醒 OK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是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